馬好所引以為傲的垃圾不落地 以及專用垃圾袋的政策 現在卻被自家的市議員踢爆 說根本是假象一場 他們說到了晚上 台北市就變成了一個垃圾城 因為街頭巷圍到處都可以看到 沒有用垃圾袋的垃圾 成堆定點氣質 而且環保局還派人一一去清除 包括台電的這個 這個送電箱旁邊 包括我們的這個消防霜旁邊 包括有些店家的外面的 這種所謂的路燈旁邊 丟了一塌糊塗 要不是親眼所見 還真的很難想象 號稱垃圾不落地台北市 到了半夜 竟然變成了垃圾城 很奇怪的是 我們清潔隊呢 也會在凌晨之後定時呢 也又去呢 很熱鬧地去 一點點去 開始收垃圾 這邊你看 都是我們的清潔隊的車子 我們覺得很怪異的就是 有其他的 清運者 他們載運了一些所謂不合法的 就為什麼垃圾專用帶著垃圾 用車子載了之後呢 我們清定點 我們有我們的清潔隊的清潔車 定點去收 我認為恐怕裡頭有弊端 我對環保局非常非常的痛恨 稽查為什麼不要定點 我曾經有看到 他曾經有隊員 拿著椅子坐在那裡勸導 走了之後 一段時間完了之後 結果呢 結果呢 還是死歸戶然 不只讓守法人情何以堪 也讓葉歸族很難堪 過了收垃圾時間 垃圾怎麼丟 只好偷偷摸摸 找地方人 最好是騎車車的話 口罩跟安全帽就不要拿下來了 我們就趕快進去 然後趕快塞進那個垃圾 就是有點關逼民返 就是我們的垃圾不落地的政策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但是因為不夠體貼 我們的五十二出現 收收點都有放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那至於說 開放到晚上八點這部分 有沒有在延長部分 我想我們會帶回去 我們再來做評估 市員通批 難道垃圾政策也要搞一事兩制 白天收費晚上免費 聽行好市府 不要為了搞花博 白天光鮮亮麗 晚上卻慘不忍睹 明日新聞 長生傳蔡瑞妍 台北報導